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人也可以通过你的面向看出你的性格 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有这些面向的人是小人面向 一定要远离 避免自己被利用 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哪些面向是小人面向吧 由此面向的人性格偏激 争强好胜 为人尖酸刻薄 只注重自己眼前的利益 没有长远的发展目光 性格粗暴 报复心强 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被侵占 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报复回来 不达目的 不罢休 痊愈心重 很容易背叛别人 或是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不道德之事 无论男女 有此面向均不可教 所谓口嘴歪斜 就是指嘴巴与嘴唇不正 嘴唇尚鲜露齿 有此面向的人心处不正 喜欢在别人面前安弄是非 嚼舌根 背后是伴 典型的小人面向 一旦与此面向的人合作 或是有利益交涉 很容易有破财败运之事 与头前多少无关 稍不留神就会背起扫磨 或是陷害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将我需谨慎 遇到这样的人不可过多交手 一定要躲得越远越好 三角眼 所谓三角眼视指 眼尾向下歪歪 眼睛形状呈三角形 多半是由 长期熬夜 睡眠不足引起的 眼皮松弛 多数是在三十岁之后 极少是在青年时期 有此面向的人 心肠毒辣 为人艰险 喜欢在背后算计别人 贪欲过重 性格比较消极 总以为别人要陷害自己 谁也不信 此眼又称为狼眼 典型的忘恩负义 一旦做出不利于他们的事情 一定会伺机报复 防不胜防 就算之前处出再多 也无济于事 眉为散乱 从眉毛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原则性 财运等 眉毛散乱之人 大多做事没有原则 容易盲从 听信他人意见 不能坚持己见 缺乏理智 在事业上 难以持久发展 财运不济 难成大器 有此面向的人 无论是生活 还是工作 常常一团糟 没有头绪 不可与之合作 失败率高 投资损失大 只可浅交 不可有过深的交往 卧蚕凹陷 卧蚕位于下眼皮的隆起处 在面向中 又称为子女工 代表一个人的子女运势 与德行等 卧蚕凹陷之人 心血不足 做事情没有精神 常常无精打采 内心阴暗 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否则很喜欢在背后失败 表面和善 背后爽英舟 典型的伪君子 与这样的人交往 很容易被其欺骗 被他们卖了 还替他们数钱 你身边有这种面向的人吗 一 克服命 首先小编呀 想给大家说一下 克服命的情况 因内容是集合古人的 看向法则来讲述的 与现实生活有所偏差 所以仅供大家参考 下面具体讲解 一 眉骨粗大凸几 双眼眉骨 高粗横托的女子 性格刚烈 阳刚之旗很重 有刚腹自用之嫌 时常凭意识冲动去做事 很容易得罪人 如果在眼神逼人的话 她的丈夫呀 必定是个肤刚男阵 二 翻白眼 如果女孩的眼珠 生来比较细小 而且眼尾呀 向上掉洗 看起来让人感觉 眼睛的上下眼角 全是眼白 有不舒服的感觉 这种眼睛的女孩啊 很有才干 且比较争强好胜 做什么事情啊 都要做到最好 会夺走丈夫的锋芒 如果眼睛的上眼皮 向下塌啦 眼睛呢 成微三角状 眼珠啊 微向上掉 月楼下三白 这种面相的女孩呀 最好及早修心养性 改变此眼相 三 项骨突出少肉 俗话说 女人项骨高 杀夫不用刀的说法 说的啊 就是女孩项骨 是判断女相 是否克服的关键 如果女孩的项骨高突 还比较消瘦的话呀 多是性格顽强 百折不弯 一生多逆境 也就注定了 作为她的丈夫呀 也很难顺利了 但现在社会有所不同呀 现在女人项骨高 已经不属于客服面相了 四 鼻子尖销 鼻梁少肉 女孩的鼻子啊 很关键 如果一个女孩的鼻子很尖 鼻梁上几乎没什么肉的话 多煮其丈夫的运势很不好 如果再加上鼻孔很窄 两边鼻翼单薄 细小的话 这样的女孩呀 更是凄浪狭小 不容人 爱计较 做事小心翼翼 瞻前望后 对人很冷淡 对自己的亲人也很疏远 更不要说对别人了 五 嘴巴突出 眼角下垂 口型不仅反映一个人的福泽厚薄 而且能看出啊 是否容易与人相处 嘴尖的女孩一般都该跟人斗嘴 而且牙尖嘴利 一般啊 甚少能够胜过她的 她们说话往往不留任何余地 让人很难下台 所以啊 很难与人相处 嘴角再加上 两翼和下巴都伸得比较薄靴的话呀 这样的女孩最好远离 因为她们往往是口不择言 到处传播是非 是典型的长蛇腹 会让人很讨厌的 嘴巴突出 眼角下垂的女孩 则一生浮入少 破败难免 六 法令纹早早出现 法令纹啊 是指起源于鼻翼两侧 分别向左右下方伸展的纹路 到了一定年龄的话 主为一 但如果小女孩的脸上呀 出现法令纹的话 多煮少年时候性格不太好 经常面带愁苦 或者多哭多怒的话 这样的女孩啊 长大以后性格也很难改变 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七 双颊无肉 口型不佳女人 人缘不好 说话太直太现 缺技巧 夫妻一吵架 故请三思再娶 脸部双颊 就是脸带上 无肉内线的女人呀 缺乏福分 宗庭运差 也难以相处 也难忘家运 双眼圆大 右眼秃的女人呀 柔情似水 但缺乏一贯忠心的原则 一见一撕千 所以啊 不娶为妙 八 口大不收 口大不收 就是常常在背地讲人家坏话 还有就是平时不讲话 但嘴巴开开的 也算克服的一种 此外若是还会容易流口水 就表示啊 她的福气和采气都会被流进 因为水是采的意思嘛 所以老公会破财 女人口大吃甜庄 就是把家里的甜庄吃光光 拜光光的意思 九 鼻上有八纹 女人的鼻子上面啊 有八纹的话 会让男人破财 有八有痕的 轻则让先生事业失败 重则危害全家 这是因为女人的鼻子是全家的福源 所以有个好鼻子啊 对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所谓的八痕 就是我们鼻梁上面 或者鼻翼上面的都算 十 眼入胸光 颧骨过高 且露骨 以超过丈夫的标准 都是比较典型的客夫项啊 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目光柔和 如果眼光犀利 或者是漂浮不定 死气沉沉的话 那就不太好了 十一 鼻梁偏平 鼻梁偏平塌陷啊 或者是嘴大脸大 但鼻子又小又低 在这个项学里叫夫公献 也是一种刻法 但是啊 这种刻夫一般不会把老公给刻死 只是老公容易败财 最多也只是把老公刻破财 因为这种女人呀 胆子小 又处处会牵制老公的行为 比如投资什么的 十二 剑锋鼻 鼻子中央皮肉紧绷 明显的露出鼓来 形成了鼻鼓如刀锋般突出 这便是项学中所说的剑锋鼻 剑锋鼻配上颧骨高肖 和下巴尖肖的脸型啊 这种女人大多很强势 为人啊感情淡薄 而且尖酸刻薄 此乃必刻之相 老公非死鸡瘫 十三 眼尾勾圆 所谓的眼尾勾圆 就是眼睛的眼尾成糊状 圆溜溜的 而且眼珠的灵活度很高 总是转呀转的 反应相当机灵 最大特长啊 就是狡猾不老实 很多啊 貌似诚恳 礼貌周全的清秀女子 骨子里啊 其实相当不简单 这种女人 总爱搞台下面的动作 比方说 同时交几个男朋友 或为利益的缘故于 有父之父往来的 说一套做一套 一点也不会露出马脚 二 忘腹蜜 讲完了克腹蜜啊 我们就来说一下忘腹蜜 这种情况 与古人的看相准则 基本相同 不会有较大偏差 大家可以适当了解一下 一 毛发片 发质啊倾向柔弱 个性啊会很柔和 比较不会自寻烦恼 不自找麻烦 这样的生活啊会相当的幽静安逸 同时个性柔软的人还有个好处 形式上不见得没有主见 而是协调性和妥协性很高 总能面面俱到的帮家里解决问题 分忧解忧 二 头发秀丝 长发乌黑秀亮 性情温和细腻 对他人照顾体节周到 而且在中青年的时候呀 运势稳中又升 三 眉毛修长 纹路清晰亮泽 柔软修长 情感细腻温和 雌和有致 眉宇间清润光彩 说明夫妻感情深厚 相处愉快 且对子女有意 四 木成神清 女性啊 眼睛黑白分明 木秀神清 主人呀 因秉性坚毅 十大体 首富道 不急躁胡为 处事啊 有条理 贫贱不一致 左腹叫子 勤业家庭 嫌弃良母事业 言大有神 瞳孔明亮 性格外相 容易相处 而且情感丰富 恋爱开放 容易对情感真诚的男士 倾心相许 鱼尾下垂 性情温顺 夫唱妇随 与丈夫配合默契 且勤快能干 能很好的配合丈夫持家 五 耳珠厚大 女性耳珠 垂珠厚大呀 轮过温明 其主人性格明朗 遵守礼法 不任性 不倔强 体谅丈夫 逆来顺受 夫妻感情生活 皆得美好 令丈夫心情愉悦 事业蓬勃 耳朵靠下 夫妻呀 生活和谐 家庭快乐 耳垂圆润饱满 聪明 灵活是智慧的象征 有利于帮助丈夫 成就一番事业 更能够辨别是非 有谋有志 六 鼻正准风 女性的鼻子呀 与夫妊关系密切 梁正润泽 山根啊 不限 准头丰满 因为有失相辅 主其人正直 意志坚强 做事态度认真 其全心奉献 祝丈夫发达 缘后有肉 鼻孔呀 左右对称 鼻梁中段高而不漏 表示着呀 财产丰厚 一生呢 衣食无忧 身体健康 婚姻美满 七 口型完美 女性口型 棱角分明 唇红厚正 个性啊 赌食行书 知情重礼 可以人中身长 名如破竹 主其人乐善好施 嘴巴和人中啊 又主供家庭供 故而家庭幸福 择辟良人 唇型丰满可爱 上下唇薄厚均匀 天生啊 具有祥和美满之气 善于倾听 并帮丈夫呀 排遣情绪 在事业上 也是最佳的伴侣 人缘甚好 唇红齿白 说明身体健康 且儿女孕佳 八 牙齿白急 女性的牙齿呀 多而密 白而奇 个性啊 循规蹈矩 其手才有口德 不言人是非 行事顾全大局 且设身考虑对方立场 故能够帮夫持家 情绪圆满 九 生和有孕 女性声音要如 凤鸣鸟语 圆润有孕 生物过高 鹰目过雄 主其人个性啊 要诚恳贤静 应对得体 尊重爱人 并且在事业上 给予适度支持 与建议 使得丈夫事业 蒸蒸日上 十 举止端庄 女性有重 在日常生活中的 一态举止 无论是行 做实力 皆以端庄稳重 主其人啊 行事有节 进退有序 坚守本分 爱护家庭 各进妇道 左夫荣昌 妇女啊 既未先效 搔手弄姿 测试邪目 却不提息 十一 臀部平远 女性啊 臀部一平远 有肉 但不高突 大小适中 主其啊 人性格和谐大方 持家有道 给家庭带来稳定性 并且在平安中 求得发展 为夫俱才 臀部不易太小没肉 否则呀 客子难运 家运起伏不定 与臀部配合 大小腿呀 应皆是有肉有包 莫如鹤腿机足 如此啊 才能为家庭 带来财富及荣耀 其实从命令角度来看 你是客夫 还是望夫 都不能够 完全取决于面向 其生的好坏 只是影响你命令的一部分 具体情况呢 还需要集合 整体的命令情况 来具体分析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编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编会继续为大家 分享更多有趣的 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